随着第四季度新剧陆续开播,观众迎来了一波由雷剧带来的精神乃至常识的轰炸。 居进衣穿丧服化浓装,绑架戏背部塞嘴巴,宛如在吃豆皮,深入贯彻不管演什么戏,我只要美的根本原则。 有道是你吃豆皮我吃纸巾,张一山版怒顶记的伪小宝绑架戏的几个镜头,宛如叼了几张卫生纸。 当然这还不是最令人无语的,剧组可是直接给奥拜换了信呀。 敲黑板了哈,人家欧拜满足人,姓瓜尔嘉呀。 同样是对历史人物的诠释,唐嫣饰演的萧燕燕,莽撞无脑,无挪机的玛丽苏程度,是能把辽国萧太后弃活,领兵抢了原篇一把火烧了的水平。 观众受古装剧荼毒还不够,还要遭受抗战剧对历史的侮辱。 雷霆战将女兵穿紧身裙高跟小皮鞋,八路军全是由头住别墅抽雪茄喝咖啡,还挺有想象力啊各位主创。 幸好这部剧已经下架了,但是这种影视作品从根本上就不该被生产出来。 影视投资越来越大,产生的优秀作品却越来越少,雷剧屡潮不止。 这背后需要反思的人和事太多太多了。